南加州十几个华人侨团 于7月2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强烈谴责发生在7月1日的反送中大游行 焚烧国旗、区旗、冲击立法院的暴行 出席座谈会的有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 世界粤简聊华人团体联合会 美华联、美华总、华人社团大联盟 等众多南加州社团代表 会议在南加州中国统一大联盟主席 周德昭的主持下进行 与会代表踊跃发言 表达了对暴行的强烈愤慨 和恢复香港社会秩序 维护香港繁荣发展的强烈愿望 我觉得我们南加桥林有必要站出来 讲举的话我们呼吁这些暴乱的市民 让香港违规正常运作 他们利用这个罪犯的遗送条例 作为一个思维的行动 但是演变最后就变成一个反政府 反中的一个行动 可以看到以前我们不知道 他的诉求是什么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香港扰乱搞坏掉 我们在作为海外的华原华侨 看到这种情境 非常的愤怒 也非常的心痛 在这里我们也呼应 我们香港的同胞 要珍惜目前所拥有的 今天在开个座堂会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香港这段时间发生动论 因为我们 引起我们的海外华原华球的 严重的官司 这次动论给我们带来的担忧 这是香港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们觉得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的领土 如果香港这样搞下去 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希望香港广大市民 要珍惜自己今天的幸福 这里我们呼应所有的华城华侨 来支持我们的香港华庄参胜 支持我们祖国的所有的制度 警告这些不法分子 你们要看一看 我们中国今天是多么的强大 所以你们一定要 做事要三十而后行 所以说我们的海外华人华球 坚决支持香港政府的一切 关于稳定和发展香港的政策 座谈会最终达成共识表示 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对一小撮破坏分子 采取严厉手段和措施 尽快恢复香港的社会秩序 继续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并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稳定 保持香港的繁荣与发展 全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 当天同时还发布了 侨团联合声明 表明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声明中指出 香港市民对罪犯移送条例草案 意见要求的表达 应以一国两制为原则 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 必须是理性的 以法律为依据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